初步核算,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84997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,同比增长4.5% 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2.2% 今年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是明显回升的 一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66.6% 比去年全年贡献是大幅改善的 从未来下阶段情况来看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望继续保持主导的作用 在明年投资当中,房地产的明年投资 一季度是下降了13.8% 下拉明年投资的增速是5个百分点 当然明年投资当中也还面临着 我们说近期的企业效益下滑 市场预期不稳等一些制约因素 总的来看 各方面在积极的推动,完善市场环境 积极增加对民间企业的支持 将有利于民间投资逐步回稳 那么从下阶段情况来看 我国经济的增长的内生动力在逐步增强 宏观政策的显向发力 经济运行有望整体好转 考虑到上年二季度受疫情影响 基数比较低 今年的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 可能会比一季度明显加快 那么三四季度随着基数的升高 增速会比二季度会有所回落 如果不考虑这些基数方面的影响 总的来看 全年经济增长 有望呈现逐步回升的态势 画上把这个0.7 最长行李作试调整以后 支持 Lun Sang 照顾